沙亚南坠机事故的调查工作是一再的受阻 由于机上的话音记录器损毁严重 即便送往新加坡也难以抢修 因此现在只好将记录器送回美国的佛罗里达的制造商来维修 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说 航空事故调查局将会在近期内前往美国争取尽快还原数据 尽管雪州沙亚南亚直立大道坠机事故的所有罹难者已经安葬 但事故照音到现在依然是个谜 掌握案件关键线索的话音记录器因为损毁严重 不仅我国没有设备还原数据 就连新加坡也无法维修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话音记录器送回原厂维修 只不过制造商位于美国佛罗里达 因此航空事故调查局团队金姆从新加坡回国之后 会在近期内前往美国设法还原记录器数据 jadi ada beberapa isu teknika ada kekangan yang tidak membenarkan ataupun tidak dapat mengeluarkan rakaman tersebut ataupun retrieve lah bukan mengeluarkan retrieve voice data tersebut jadi ketua biru akan balik ke Kuala Lumpur petang ini dan beliau akan memberikan penjelasan kepada saya dan tind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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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a mungkin perlu hantar memory code tersebut ke Florida untuk di Analisa 另外五国把 14飞机的话音记录器 送到新加坡去还原数据 也引来了不少批评声浪 说五国没有先进的配备 只好依靠别国帮忙 那对此陆赵福就解释说 他其实有考虑过要引进有关配备 去进行这一项调查 只不过这通常需要耗时几个月时间 因此出于时间考量 他只好把有关的仪器 送到外国去还原数据 尽快完成调查要监 除了被外界批评我国设备不齐全之外 也有人质疑坠机事故的调查单位 认为应该要由警方负责调查 而非航空事故调查局 陆赵福解释 交通部并没有多管闲事越界调查 因为调查坠机或空难事故 理应是航空事故调查局的职责 同时他也澄清 失事小型飞机是在一家合作社名下注册的私人飞机 并不是商务飞机 有关飞机拥有营运执照或准飞行 澳洲空间余伟健吉隆坡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